哈囉 關於雷札的夢魘琦已經有很多相關的通關影片了 那這邊再針對這個關卡一些攻略的要點來介紹給大家 這是維基上關卡的資訊 相信前面的關卡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重點是王關的技能非常複雜 有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的能力又不一樣 簡單來說第一階段除了本體還有左右兩隻 那左邊這一隻要求玩家手消進光 但是右邊那一隻又要求玩家要手消全光才能夠造成攻擊 所以通常你轉珠之後你只能選擇一隻留到第二階段 重點來了如果在第二階段 如果你左邊那一隻還在的話 它的能力是你要手消全光以及紅綠燈 那如果是第二種狀況你是剩於右邊還在的話 那它是手消不能光以及要20COMBO以上才能對它造成傷害 這兩者比較一下很明顯是留左邊會比較簡單 因為通常你要轉20COMBO又不能手消進光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邊攻略就出來囉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請先殺右邊 然後把左邊留到第二階段 然後關於雷札本體 簡單來說每一回合都會一直轉光珠出來 然後在第三階段之前它都是無敵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雷札本體的攻擊力真的太高了 所以最簡單的劇本就是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先殺右邊 你只要手消全光加7COMBO以上轉紅綠燈 然後一進場雷札會幫你轉3顆光珠 所以你不用怕卡光珠你就手消全光加7COMBO 然後右邊的血量是2億 這邊講個小知識 第二階段的雷札本體會固定CD2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多花了一回合 那你進入雷札那邊 它CD也會回到2 所以不用擔心 但要注意的是如果第一階段本體CD1的時候 那你這邊就算把右邊殺掉 你本體的CD1它還是會打完你 然後才進入CD2 所以實際上第一階段可以額外再乘一回合 再來第二階段雷札會幫你轉9顆光珠出來 那這時候你又要手消全光以及紅綠燈 這樣就可以打完第二關了 比較要注意的 如果你不是光隊 可能會因為光珠太多傷害會低一點點 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左邊這一隻血量只有1億6千萬 最後來到王關的時候它CD1 那王關的話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準備一個10億的爆發 逛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再更簡單來說其實第一階段要求就是傷害2億 第二階段要求就是1.6億 那第三階段要求的傷害是10億 其實這個傷害值在現在的隊伍 可能平坎就過了啦 啊以前的隊伍可能就要準備一些大爆發 一直爆發這樣子才可以 好那麼最後這邊我在針對關卡的一些小細節 跟大家介紹 因為可能有一些是你沒有想到的 首先第三關進場CD4 它雖然把你的技能封鎖 然後又手消禁暗 如果這時候玩家你的暗珠發現太多 如果你不好轉的話 你不妨拿一回合來去把暗珠消乾淨 重點是你不要轉紅綠燈 你不要管它你就消暗珠 然後紅綠燈不要打 然後你就不會攻擊 它也不會反擊 然後下一回合你沒有暗珠 你再大力的轉珠就可以了 然後它第二條血的時候 如果這邊你沒有把握 你就是全開爆發 把這邊打過去都沒關係 因為下一回合可以洗技能 再來第六關星珠盾這邊 有些玩家或許可能不知道 它越攻越強嘛 然後第一次是打50% 但是第二次不是double變成100% 它第二次是打75% 因為它第一次打你之後 你寫剩一半 所以它一定都是骷髏頭 有些玩家可能就會比較緊張 或者不知道這個機制 然後節奏可能就會亂掉這樣子 然後最後王關的部分 其實王最後一條血的時候 它CD是3 所以它打你之後會進到CD3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利用一些方式 例如說隊伍技有更新 或者是你帶一些保密的技能 甚至說你的龍克能夠保密的話 它打你之後會變成CD3 那玩家們又有三回合的時間可以來準備 然後這時候它跟第三關的紅綠燈一樣 你只要故意不轉紅綠燈 你就不會打它 然後也不會被反擊 然後等到技能跳起來之後 就可以順利的帶走了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希望說這些算是小知識 可以幫助你真正在實戰中的玩家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